大家好,我是四行一艺术空间画作导览陈宜珍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位优秀的中国画家 李宪昭 李宪昭老师是一位非常写实的中国油画家 他在1963年出生于河北省 198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1995年他的油画作品《毛泽东像》 入选河北省首届农民画展 在2002年他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 获得廊坊市首届七年美术作品大展的金奖 同时也获得验照群星奖一等奖 并且还获得全国地舌界群星奖优秀奖 2004年他的作品《往事再说》 获得河北省庆祝建国55周年美术作品展优秀奖 2007年他在北京入住 2012年时他参加宋庄的美术作品的展览 也参加北京油画学院会员的油画作品展览 2013年他参加了台湾的高雄艺术部门会 跟四行一艺术空间的连展 2014年也是 2015年跟2016年他参加了台南艺术部门会 台北新艺术部门会 沃尔摩沙国际艺术部门会 台中艺术部门会 跟高雄艺术部门会 跟四行一艺术空间的连展 今年2017年他的作品一样也加入了台北新艺术部门会的展览 沃尔摩沙国际艺术部门会 台中高雄跟四行一艺术空间的连展 李宣昭老师的创作理念呢 让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身为一个艺术创作者 其实李宣昭他明白视觉艺术的魔力 在一系列的进屋作品中 他传承了中国流传已久的图腾文化的意义 传达彰显满是喜气 祝福的象征 以及老祖宗时代的传统 来自农业社会立国的后代子孙 李宣昭不忘本 让出自于这片土地成长的林木 有机会重回舞台 让成长于大自然土地的蔬果农作 再度成为主角 有心而发的分享大地的成果 丰收的喜悦 过往传统社会的人们 总在此事不断辛苦劳作的后方 能有所收获 然而尽管过程可能有着不为人知 无尽的艰辛与疲惫 这些无数的点点滴滴 在修成时 却都化为充满胸膛 难以言喻的满心欢喜 如何重寻 保有这道极为容易消失 极为抽象的真 李宣昭选择具象的图腾 和现实中存在的真实物件 试图重新唤起 古朴与纯真的人性善良面 首先 李宣昭在绘画技法上 遵循细腻的写实描绘 画面里种种容易忽视 难以觉察的细节中 他专注且细心地讲究色彩 讲究光影 他习惯使用并不太复杂的元素 与主角花、果、农作物 和中式家具、瓷器等 摆件上手中均衡 简练的构图里 透出丰富的微妙变化 种种布局 金银在在扣住了视觉的焦点 让我们现在来欣赏 李宣昭老师的画作 这张画作的名字称叫做江山美人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画作的背景 其实是一幅古代的中国名画 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 这幅青绿山水 是北宋王熙梦传世的 唯一的青绿山水的作品 青绿山水的作品传到了 宋高中、青乾隆的时候呢 乾隆皇帝看了这幅作品 大事非常的欣喜 也非常的赞赏 于是留下了许多的印记 在这张作品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青绿山水的印章 李宣昭用油彩画下了千里江山图的局部 非常仔细的 非常逼真写实的 表达了这样子一幅的青绿山水的画作 像上面的右上角的印章 也是用油彩 如实的表达出来 在画作的右前方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似乎是在沉思的美人 美人的身体呢 被一层薄纱给围绕着 紫色的薄纱环绕着美人 四续漂泊在那属于亡者的江山 似乎敞扬在那一片青绿山水 两台楼阁之间 在金松色的宣纸上 鸟儿飞越亘古千秋 稍来北宋王熙梦流传百世的艺术珍品 左边的鸟儿 稍来的正是北宋王熙梦的讯息 这是画家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含义 江山美人 这股英雄爱美人也爱江山 在这之间如何抉择呢 人家说 鱼熊掌不可得见 于是美人势必要忍受这一切的思念之苦 当英雄正在争夺江山之时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另外一幅江山美人图 在这幅作品里面我们看到的背景 在三分之二的位置上的构图 也是一个古典主义的一个直线型的构图 三分之二的位置上是一幅 北宋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的局部 这一片清绿山水流传百世 清高中看到的这片清绿山水 非常欣喜的在上面盖了张 在这个张呢 在这张画作里面呈现的是在左上角的部分 飞翔的鸟儿上来的也是英雄的讯息 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老师在左边中间的部分呢 画作中间他画了一只写实的鸟儿 红色的身体 白色的翅膀 背带着黄色的晕 晕染出了鸟儿的羽毛 映照着美人的生动的一个肢体 这个美人他坐在一个床上 有一片白色的薄纱环绕着他 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景象 那我们回想起过去 曾经有英雄为了打遍江山 遗忘了风华绝代的美人 而江山其实至始至终 一力不咬在那时间的洪流之中 这张作品是夏季的果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片桃花 在这幅画里面的背景 有一幅花鸟画 粉色的桃花跟鸟儿 在这个背景上面 而桃花映称着下面 三分之一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桃子 桃子自古来是中国长寿的一个象征 带着长寿的意涵 带着吉祥的意味 李宪招用非常写实的手法 描绘了这一些他所摆设的桃子 而这一些桃子旁边的一些基礼 一样是做非常写实的描绘 燕子上的光影呈现出来是李宪招老师心意的观察力 桃子下方的木座家具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家具 上面的雕刻也是属于中国的意象 李宪招老师的画作呈现出来浓浓的中国风味 呈现出来文化的传承 桃花雀鸟下桃 一个古典的紫檀桌 夏季溢满了硕大的果实 而这样子辟邪的桃木 仙家的果实象征的又是福寿跟吉祥 这张作品叫做祝寿图 我们可以看到背景部分是一幅 寒西仔夜宴图 这个是五代顾鸿中的画作 他画的是唐官寒西仔在夜间宴请宾客的景象 由于这次画作的局部 李宪招用一个非常写实的技法 描绘出来当作这幅著作图的一个背景 前景是一个木制的椅子 李宪招老师用非常写实的技法 描绘出这一个木制的椅子的一个光影的部分 跟它的质感 椅子上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瓷器 青花瓷 青花瓷上的一个桃子 代表了一个长寿的象征 唐朝官员韩西仔嬉笑夜宴 歌舞乐声欢重情当下 元代的青花瓷器流方百事 如果我们有王母娘娘的攀桃的话 但愿吉祥富贵 能够遗传百事 在李宪招的作品 《田之舞》这张画作里面 我们看到了真师 这是象征着玉京香 玉京香带来给我们非常饱满的红色 称着绿色的树叶 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面 而玉京香的左边 是象征吉祥吉利大吉大利的橘子 橘子底下是一个白色的蕾丝桌巾 蕾丝桌巾下方 一样是一个木制的家具 画作的背景也似乎是一个沉睡的美人 然而我们看到这样子一幅画作 所呈现出来的不只是 如实的描绘精物 而是美人 橘子瘦果 呈现出来的对照的感觉 红色的玉京香 也呈现出来的一个热情的内心 在这个画作里面流淌着 似乎带着一股浓浓的一股情怀 美人的心思 热情 而橘子就代表吉利 木制的家具 带给我们的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 这幅画作是富贵牡丹 我们可以在这幅画作里面看到 燕红色的牡丹雍容大度 人家说花开富贵 牡丹即是吉祥富贵的象征 也代表繁荣世世代代 吉祥老师将牡丹的光影 跟绿叶的光影表现得十分逼真 在这样子一个阳光洒落下的一个花朵 呈现出来的是那么的繁华 繁荣那么的茂密 而在右边那一大朵花底下 也正藏着一只火生生的鸟儿呢 没看到那只鸟儿正长大的眼睛 似乎在这一片花海绿叶中得到一声大的喜悦 遨游畅游在这一片大地四语的礼物之下 这张富贵牡丹的姐妹花 呈现出来的牡丹是粉红色的 作为一国花的牡丹 象征着中古华民族兴旺发达 粉红色的花语象征圆满吉祥 有贵人相助一帆风顺 牡丹是万花之王统领群芳 地位尊贵 有着美好幸福的未来的象征 我们在右手边的花朵上看到一只蜜蜂 蜜蜂闻到的花香从远方飞来 得及取了花蜜再传播下去 名言后代 在这样的一个画作里面 呈现出来的不只是牡丹 也呈现出牡丹跟蜜蜂之间的息息相关 彼此之间的讯息互相连接着 李仙章老师的画作就介绍到这边 欢迎大家来四行一艺术空间参观 感谢您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